現在早上就五點鐘了 那麼就很多人就摸黑 就上山就是影日出的 早晨啊 你在這兒做什麼啊 早晨 哎 霸位了 蛤 霸位了 哇 你好高啊 好 今早上來呢 就霸了個山頭呢 就影日出啊 吹煙那樣了 很多人的山頭 哇 你看山頭 幾多人啊 人頭湧湧啊 哎 我站了這個位都不理他們了 幾多人呢 你看 哇 高高在上啊 看完他們的頭啊 在這兒呢 我在這兒呢 是 正常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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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专业啊,我们回去吧 哇,你们又建个山洞捐出来啊,真是秘境啊 这棵叫做枫香,那些树巾像脚毛一样 前面那条就叫洪峰谷翼道 我们沿着那条石板路,就进去看看风景 这棵蜂蜂蜜好美啊 好多人拍照,好大棵啊 这棵蜂蜜好大棵啊 漫游石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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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在這裏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叫谷徑村 在霧原裏的一個村 谷徑村 那些村民都是在河上洗衣服 這個谷徑村 就是中國最圓的古村 這裡要收費 就是二十元一個人上去 谷徑村 好了 上去 那這裏就是上山位 都很漂亮 那上面就會有一個觀景台 那這裏就是上半山的時候 已經看到它是圓形的建築物 好特別 這裏的形就是上三分二的山頂 看到的了 現在上到最高頂了 很明顯看到那個村落是一個圓形的 很特別 很特別 這裡很明顯看到一個圓圈的建築物 在一個水中間 很特別 是這裡 這個叫谷徑村 來看 去看另一個景點 就叫做百柱中池 這裡橋很漂亮 黃村的白柱中池 很多柱,可能100條柱 這個白柱中池 原來這個池塘所有柱加起來是99枝 唯一那一枝是什麼呢?就是香 要點好香就剛剛100枝 這個就是神豬扒 這裡很漂亮 哈哈哈哈 好了,現在來到這裡就是叫做里坑 還有竹子 這裡可以拉路上可以拍嗎? 好漂亮 這條村 這個叫正宗泥鴨,你看看 全身都是泥 嘩,hello,hello 給我搖 嘩,多漂亮 這裡有小魚 這裡有小魚 吃小魚 吃小魚 好玩嗎? 好 很多橋 這裡是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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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棒的,這個廳前這個 是誰啊? 是 這個呢,就是你家屋的樓上 看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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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上面的鴨片呢,很漂亮 小心點 我們要下去了 嘩,好似呀 好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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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外面的 好似呀 這間屋的廳中間呢 就有一個毛澤東像 聽這裡的村民說呢 這間屋就是以前皇帝風刺的 所以有一個聖旨這兩個字 叫做司馬帝府 好,進去吧 司馬帝 我們現在在對面屋拍下去 這間是他們原汁原味的廚房 是否很古老呀 行了,我們繼續 觀上香 哇 居然裡面有個蒙羅麗沙紙袋 現在我們真的走些鄉村路 我們很年輕呀 年輕呀 很年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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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 快點 其實這裡呢 我就看到一些脆煙 很特別呀 這條村 很特別呀 我 這條村 這個是花花 一個花… 這個叫做花廳 是以前的人種很多花的 所以叫做花廳